我們文化大學從早餐、午餐到晚餐都是供應的 那麼也有拿給他餐點 那我要跟各位講 這位同學是身心狀況特殊 說是我們對這個學生都不理不才 沒有這回事 我們是教育從業人員 那麼教育是本著一個教育良知 我們不可能對我們自己的學生不理不才 教育的學生 我在這裡要做一個誠心 就是媒體有報導 我們有一位同學昨天一直在大人館 是說在找那個垃圾 那其實我要跟各位講 我們昨天所有的學生 300多人 我們文化大學 從早餐、午餐到晚餐都是供應的 那麼也有拿給他餐點 那我要跟各位講 這位同學是身心狀況特殊 我這樣講各位聽得懂 那麼整個晚上心理醫師 心腐、心腐的人員 跟他的家長 我們不斷的在聯繫 昨天晚上 其實一整天我們都在關注這位學生 到昨天晚上 十一點半 我們都還在處理這位學生的一個問題 那麼他呢 那也配合了我們 我們也帶他下去醫院 篩檢了 也是陰性的 有一些報導是不實的 我希望你們幫我澄清 因為說是我們對這個學生都不理不睬 沒有這回事 我們是教育從業人員 那麼教育是本著一個教育良知 我們不可能對我們自己的學生不理不睬 所以不理不睬這樣的一個報導 我覺得對我們是有欠公平 好